由于机动市议会议员们都非常关心市长谢国良所提出的 补助一定年龄资格青年能购买的电动机车案 因此不但列为新议会执询的第一个案件 也彻底执询了一整天 因此到了下午议会快结束前 市长谢国良再次补充答询时的情绪也略显激动 那因为讲白了我有一点委屈了 今天我们还来谈青年需不需要 我们前一波都在谈 你根本就是骗人拔辣做不到做不出来 你今天跟我说青年可能不需要 我没有办法情感上没办法接受说 你前一阵说我做不到这样不应该 今天跟我说青年不需要 所以我会觉得说青年是有需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不是 如何让这个计划消失 我们是在谈如何执行并落实这个计划 所以我希望还是说 可以就是能够很务实的 大家来讨论这个计划 好多议员就是说 如果不是GoGoro 那你愿不愿意道歉 那我要反问各位议员了 假如最后是GoGoro得标了 那各位议员有什么表示吗 我知道我这样讲很僭越啦 也许会再惹一顿骂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今天是为了我的理念 我为了青年朋友的电动机车 我就来挨骂 我很愿意 那你们说 我都已经跟你说 跟大家说 我们有三家厂牌 有两家 很积极的表达 愿意来承接 这里面 有可能不是GoGoro 也有可能是GoGoro 但是either way 就是不管怎样 我不能指定就是GoGoro一家 我们都去 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过啦 但是 我其实也不是很会杀架 但是我会努力的做 我想帮基隆市拼命杀 杀到又好又便宜 那难道 我觉得这样子 就不能够有一点点的讨论空间吗 如果这个讨论空间 最后是说 啊市長啊 你哦 讲话差一点啦 你不要这样啦 但是 我们帮你 把这个 哦 案子 还是帮你close 那我跟你举功 哦 我说谢谢议员 我真的有差一点点没做到 请不好意思 可是你如果说 你就是差一点点啦 不好意思 你就是跳票 我不但不给你 而且你自己讲 你说你下一届不要选 你就不要选 我觉得这就是 是不是 我觉得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到底是谈 电动机车如何执行落实 还是说我们在谈 我们的政治工坊 因为我感觉到 很明显 这跟党派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看到 有很多议员 其实是有意要成全的 但是如果你 你有没有意要成全 或者你有没有意要 把他干掉 其实你是闻得出来 听得出来的 太快 怎么会各位议员 都一直希望 这些机车越快越好呢 这些都是十几岁 二十几岁出头的孩子 才开始有机车驾照 然后时间上年纪也很轻 让他们慢慢骑不好吗 一定要骑得飞快 一定要骑得爆快吗 不过市长谢国良 不吐不快的发言内容 差一点又引起部分议员们 想要继续执询 请市长继续说清楚 但是有一些还是必须要 请你还是要 可能要稍微修饰一下的 这些说法 因为我们每一位议员 其实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 跟市长一样 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选区 那也是代表每一位 民众的这个心声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 这个议事殿堂 来做一个意见的咨询 不管他是 他的言论是什么 他不管他是支持或反对 但是刚才听起来 其实本会同仁没有人反对 大家都只是针对 你所提出来这一项的政策 尤其是大家为什么一直执着 或者勾果罗这三个字 因为勾果罗是在这一次 我们从哪里得到你的证件 去哪里得知你这些 一些政策上 当然就是从文宣上 从看板上 我们或是从你的脸书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 勾果罗很大的一个字 那同等级当然相对比较小 我只针对说 刚才市长 其实你在回复 本会的时候的咨询 本会议员的咨询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我们议员好像都希望 什么那个电动车 要把它骑越快越好 飞快啊爆快 其实刚才我在想 在一整天早上的 这个我们议员的 的垂巡当中 并没有人提到说 车子要飞快 或是超快 还是爆快 还是说用杯 都没有啊 我们提到的是说 马力的问题 最后在基隆市议会 议长同志委打原场 适时下决议 才结束可能在议场上 继续延长的直询风波 第一点 市府对各项政策内容 应仔细评估 审慎以对 并要能具体落实 避免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 失去信心 第二点 本案 依规定编列预算 应有施政计划 及税出而渡 并需严守财政纪律 涉及法源依据部分 则应定定配套之法令 请市府于下次大会前 提送完整的计划 及说明 第三点 市府若送出五万辆电动机车 是否造成本市道路容量超过负荷 请市府评估 现行运输环境之运聚容许值 及 泰幻电动机车对本市环保之注意 并于下次定期会 提出申请条件 及配套计划 括号 如 部件充电设备 停车位 等 向本会报告 以上三点 这个 谢市长刚刚的回复 那 可能上面用字浅词上面 让这个议员们还有很多的意见 想要发表 但是我们结论已经下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 如果真的还要发言 就针对我们结论 有没有意见 来做发言好不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见见